宇宙形成之前存在着六个起点 在宇宙大爆炸后 四大宇宙实体将这六个起点打造成了六颗无限宝石 宇宙长老收藏家和宗师也在大爆炸后诞生 几百万年前 天神族的活体星球A狗诞生 并掌握了创造万物的能力 250万年前 一块震惊陨石撞向地球 落在了非洲中部大陆上 数千年前 阿斯加德克里帝国和人类文明诞生 地球上也出现了第一位至尊法师阿科摩托 并在香港纽约和伦敦建立了三座圣殿 几个世纪后 一位叫巴桑加德萨玛乌师 在黑豹女神巴斯特的指引下 服用了新型药草 成为第一位瓦坎达国王 公元前2988年 世界之术的九大国度连接在一起 黑暗精灵在马勒基斯的带领下 试图通过以太粒子摧毁九界 锤哥的爷爷伯尔带领阿斯加德英灵战士 打败马勒基斯后 将以太粒子埋在了斯瓦塔尔海姆地下 在这之后 奥丁夺走火焰巨人苏尔特尔的永恒之火 并带着锤哥的姐姐海拉开始征服九界 但海拉的野心不断膨胀 在大战女武神军团后 海拉被奥丁关押在冥界中 公元965年 劳菲携带寒冰之侠 率领冰霜巨人 入侵挪威藤斯贝格 在奥丁的阻止下 冰霜巨人被打回约顿海姆 奥丁收养了劳菲的儿子洛基 1014年 克里帝国和新兴帝国之间 爆发了持续1000年的战争 1409年 奥丁将宇宙魔方带到挪威藤斯贝格 1914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7年 东兵巴基和霍华德斯塔克出生 1918年7月4日 美队史蒂夫·罗杰斯出生 11月1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21年 佩吉·卡特出生 1930年1月10日 鄂斯金博士开始超级士兵 血清实验 9月6日 史蒂夫在纽约遇见巴基 1934年2月 约翰·施密特遇见希特勒 1939年9月1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30日 霍华德斯塔克创立斯塔克工业 1940年10月 佩吉·卡特加入美国战略科学军团 11月11日 约翰·施密特给自己注入超级血清 成为红骷髅 1942年3月3日 红骷髅在挪威找到宇宙魔方 1943年6月14日 史蒂夫加入 鄂斯金博士的超级士兵血清实验 成为美国队长 11月3日 美队跟巴基等人 组成了嚎叫突击队 1945年1月 巴基在九头蛇的火车上掉入悬崖 3月4日 红骷髅被宇宙魔方传送到沃米尔新 美队驾驶飞机坠毁在北极 被冰封近70年 9月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9年1月 佩吉卡特和护华德斯塔克 成立神盾局 被招募的佐拉博士 开始在神盾局内部成立九头蛇 并将幸存的巴基洗脑 改造成东兵 1951年 尼克弗瑞出生 1964年 扣森出生 1968年 塔罗尔出生 1969年 布鲁斯班纳出生 1970年 波尼斯塔克出生 1971年 格林顿巴顿出生 1972年 佐拉博士去世 他的思想被上传到了 新泽西州维顿利哈影地的 计算机系统中 1975年 4月2日 永度开始为 火体星球 Eagle工作 将他宇宙各处的孩子 带到Eagle的星球 1978年 Eagle来到地球 并爱上了 梅勒迪斯·奎尔 1980年 他们的儿子 彼得·奎尔出生 1984年 纳塔莎·罗曼诺夫出生 汉克皮姆博士 开始测试蚁人装备 并与比尔福斯特 一起研究 格利亚项目 1986年 卡罗尔和好朋友 玛利亚·兰博 加入美国空军 1987年 4月2日 灭霸在 泽侯贝里 收养了卡摩拉 同年7月 黄蜂女 被困在 量子领域 1988年 11月10日 8岁的星爵 被永度带离地球 1989年 劳森博士 坠机后被杀 卡罗尔吸收了 从宇宙魔方提取的能量 并被永罗格 带回克里帝国 哈拉辛 成为克里战士 同年6月 汉克皮姆博士 离开神盾局 1991年 12月16日 霍华德·斯塔克 被东宾暗杀 12月25日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 1992年 21岁的 托尼斯塔克 继承了斯塔克工业 尤利·西斯克劳 从瓦坎达 偷走震惊 瓦坎达国王 特查卡 在奥克兰公寓里 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恩乔布 多年之后 他的儿子 艾瑞克 加入海豹突击队 1995年 5月5日 伊凡万科 应向俄罗斯出售 武器级不元素 背叛15年 同年7月24日 纳塔莎加入俄罗斯 红防间谍训练基地 三年后 成为黑寡妇 并加入神盾局 卡洛尔在这一年 来到地球 在知道真相后 卡洛尔带着斯克鲁人 前往宇宙深处 寻找新家园 宇宙魔方 被弗瑞保管 复仇者计划诞生 1997年 卡西利亚斯 被卡尔默度 带入密法大师组织 艾瓦斯塔尔 在一场爆炸中 获得了穿越物体的能力 成为幽灵 1999年 12月31日 托尼斯塔克 在瑞士博尔尼 新年前夜派对上 遇见了 阿尔德里奇及利安 并拒绝加入 他的研究项目 2005年4月16日 布鲁斯班纳 在伽马射箭的辐射 和超级士兵血清的影响下 成为绿巨人 2010年4月26日 托尼斯塔克被俘虏 马克一战役诞生 7月16日 托尼斯塔克宣布 关闭武器部门 开始研究 方舟反应堆技术 10月25日 托尼斯塔克公开宣布 他就是钢铁侠 安东万科在这一天去世 他的儿子伊凡万科 22日 纳塔莎成为托尼斯塔克的新助理 5月24日 鞭索一帆万科 在摩洛哥赛道上 袭击钢铁侠 5月30日 锤哥加冕仪式 被入侵奥丁宝库的 冰霜巨人打断 锤哥带着洛基和其他小弟们 前往约顿海姆 找劳飞约驾 5月31日 钢铁侠和战争机器联手 打败了鞭索 在这场战斗中 钢铁侠遇到了 小时候的彼得帕克 锤哥被奥丁逐出阿斯加德 雷神之锤 掉入新墨西哥 6月1日 洛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奥丁进入奥丁之眠 6月2日 锤哥恢复力量后 击败毁灭者 并回到阿斯加德 摧毁彩虹桥 洛基掉入宇宙深处后 被带到了灭霸的圣殿基地 6月7日 塞尔维格博士 加入神盾局天马计划 开始研究宇宙魔方 7月19日 美队被发现 2012年1月11日 克雷福斯莱特里 成为阿尔德里奇 吉利安发动恐怖活动的傀儡 4月15日 美队苏醒 5月1日 洛基在灭霸的帮助下 来到地球 5月4日 寇森在天空母舰上牺牲 纽约之战后 宇宙魔方被锤哥带回阿斯加德 洛基的权杖 被神盾局保管 5月6日 托尼斯塔克的损害控制公司 开始接管战后清理工作 亚德里安 图姆斯失业 5月9日 寇森复活 7月13日 斯科特因闯入 维斯塔公司 被判刑5年 12月22日 托尼斯塔克的豪宅被炸 12月25日 小辣椒感染绝境病毒 12月27日 托尼斯塔克炸掉钢铁军团 2013年11月9日 5000年发生一次的 九届连接再次出现 11月11日 以太粒子唤醒 已经沉睡5000年的黑暗精灵 11月12日 锤哥的母亲被杀 锤哥带着洛基来到斯瓦塔尔海姆 试图摧毁以太粒子 11月14日 锤哥在格林威治打败马勒基斯 洛基坐上 阿斯加德王位 11月16日 西福和沃斯塔格将以太粒子 交给收藏家保管 2014年3月31日 美队遇见了山姆威尔逊 4月1日 福瑞遭到东兵袭击 4月2日 美队在利哈营地 发现神盾局 已经被九头蛇大规模渗透 4月4日 神盾局基地的天空母舰被摧毁 福瑞离开神盾局 东兵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去 4月11日 斯特拉克男爵 透过星云宝石创造了快银和飞红女巫 7月31日 克里帝国和星星帝国签署了和平条约 指控着罗南拒绝接受和平协议 8月1日 星爵在莫拉格星球拿走宇宙灵球 8月4日 银河护卫队打败罗南 力量宝石被山大尔星的星星军团保管 小克鲁特开始长大 9月19日 星云因窃取君王星阿耶莎主教的安纽拉斯电池被抓 10月17日 银河护卫队杀掉了偷吃电池的怪兽 阿耶莎释放了星云 但火箭浣熊却偷走一部分电池 在被阿耶莎的舰队追击时 星爵的飞船坠落在伯赫特星球 星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Eagle 10月19日 星爵给母亲报仇 打败自己的父亲 永度为了救星爵 牺牲了自己 10月25日 阿耶莎创造了魔士亚当 小格尔特进入叛逆期 2015年4月28日 复仇者们在索克维亚摧毁九头蛇基地 托尼斯塔克将心灵宝石带回复仇者大厦 5月2日 澳窗诞生 5月5日 幻世诞生 5月6日 幻世在索克维亚干掉最后一个澳窗 浩克在澳窗之战中 驾驶昆士战斗机 流浪到了宗室的萨卡星球 5月8日 新复仇者基地在纽约开始动工 5月28日 鹰眼回家陪妻子 锤哥在前往宇宙深处 寻找其他无限宝石 美队和黑寡妇开始训练新复仇者 灭霸在尼德威阿尔打造了无限手套 决定亲自去找无限宝石 7月17日 斯科特刑满释放 7月23日 斯科特偷走汉克皮姆博士的艺人战衣 7月31日 斯科特打败黄山峡 8月4日 汉克皮姆将黄蜂女战衣交给了女儿货补 11月5日 彼得帕克被一只放射型蜘蛛咬伤 2016年5月1日 卡西利亚闯入卡马太基图书馆 偷走了卡西奥斯特罗之书中的一页 5月3日 交叉骨袭吉尼日利亚格拉斯的传染性疾病研究所 在阻止交叉骨的过程中 飞红女巫误杀了高楼里的平民 5月5日 托尼斯塔克签署索科威亚协议 5月6日 史蒂芬斯特兰奇发生车祸 6月4日 佩吉卡特去世 6月8日 维也纳联合国会议发生爆炸 瓦坎达国王特查卡去世 泽墨男爵逃往柏林 6月10日 复仇者们在德国 施科伊迪次 莱比锡哈雷机场发生内战 托尼斯塔克在西伯利亚九头蛇基地 发现父母是被东兵暗杀的 钢铁侠和美国队长决裂 6月19日 美队和东兵前往瓦坎达 德国机场大战后 斯科特被软禁在家 6月23日 特查拉继承瓦坎达王位 打败埃瑞克后 黑豹陛下在联合国会议上宣布 将分享瓦坎达的知识和资源 同年7月份 东兵的意识不再受到控制 并被称为白狼 9月10日 史蒂芬·斯特兰奇前往尼泊尔 9月12日 斯特兰奇进入卡马太基 开始接受秘书训练 2017年3月3日 古伊法师去世 3月4日 奇异博士在香港圣殿 打败黑暗次元的多玛姆 成为时间宝石的守护者 卡尔莫渡离开卡马太基 开始黑化 为了寻找其他无限宝石 锤哥来到了火焰巨人 苏尔特尔的穆斯帕尔海姆 带着苏尔特尔的皇冠 锤哥回到阿斯加德 奥丁去世后 海拉被释放 为了保护阿斯加德人 洛基将苏尔特尔的皇冠 放入永恒之火 并顺走宇宙魔方 阿斯加德进入诸神黄昏 2018年 灭霸抢走山达尔欣赏的力量宝石 4月27日 在前往地球的飞船上 锤哥和洛基遇到灭霸 洛基被杀 浩克被传送到地球 无限战争爆发 这也是第一部全篇 使用MX摄影机拍摄的 好莱坞电影 灭霸在两天内 收集完六颗宝石后 打了一个响指 宇宙中有一半人消失 旌旗队长收到 Frey的传呼信息 已人被困在了量子领域 2019年4月24日 旌旗队长回到地球 复仇者们 誓要不惜一切代价 逆转无限终结战争 复仇者联盟寺 终局之战 将会进入多元宇宙 比如1960年代实验室 《复联1》中的纽约大战 斯塔克实验室 也会升级改造 在多元宇宙中 传送斯塔克技术 你相信我 我相信我 参与复联4的特效制作有 工业光模 维塔数字 英国DNAJ 法国FRAMESTORE 英国CHINESITE 数字王国 德国RICE 美国LOLA Contina Creative Capital T 和英国Territory Studio 工业光模制作了 片中的几场重要战役 灭霸的形象 还是由数字王国制作 LOLA工作室 负责超级英雄们的 形象设计 英国Territory Studio 制作了电影里的 各种屏幕图形 比如银河会队 全新的飞船系统 日本东京的卡拉OK 全新舞台 复仇者基地的识别系统 充满未来感的 斯塔克实验室 用来研究多元宇宙的 磁场和彭罗斯图形等 全篇还使用了 IMAX的数字摄影机 全程拍摄 IMAX版本 比其他版本 多出26%的画面内容 记得一定要去看 IMAX版的复联4哦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后 六位初代复仇者 都会逐渐离开漫威电影 漫威电影宇宙 会出现更多的 超级英雄和反叛 但无论怎样 六位初代复仇者们 是没有谁可以替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